PB的達瑞文 PB的達瑞文 第三個海戈斯都沒那麼多次 PB 我也不會拿第三個 但我也沒玩過達瑞文是亂的 可能OP是在第三個吧 PB那時候就是 選 選達瑞文但也是在打一般場 然後玩一玩玩一玩就玩了5費3 陸服還在打瑞文吃完我知道了 他比賽有BAN打瑞文 7等迪拉克13 7等迪拉克13 7圖也是7等迪拉克13 第一牙配63 沒4費3不配吃分 有看到4費3也吃不到分的吧 他沒有參與到 不過剛剛打起來感覺一樣 就是沙皇 沙皇跟Ionia 然後那個賭克列看起來挺厲害的 剛剛美服的環境看起來差不多 關 關 關好像也蠻熱門的吧 怎麼暗影島 暗影島挑戰 暗影島應該有轉 玩起來會舒服一點 暗影島 這個惡星 送我掉嗎 暗影島俠史物上版本就有人在玩了 那上半版本的他的複姿一關有點弱 看起來關按也還不錯啊 不過慢慢玩 8級 潛進之路 潛進之路還是很OP嗎 為什麼潛進之路數據變差了 他就變成三經驗值了 差點沒騙耶 先血轉換3 這個吧 阿克上 阿克上 上了一次的 超做感覺超級生疏的 前面也沒看到這個艾西應該先上 不會可能是我累了 明天再玩吧 再打一把 明天我再開台再研究一下這個版本 明天老洋子是中午開嗎 確實 肯定是中午開 那鬼祖前夕的優先期就感覺不是很高 我記得鬼祖也是大nerf 5回合 應該是不會合正義吧 這兩個前排沒人啊 射死 5等 好像贏了耶 為什麼他要升5等 為什麼至少不要升5等 好 阿烏打4 那個看起來就不像來贏了 大劍或AP了 大劍可能好一點 前期 假設用愛歐尼亞打工 要玩凱撒的話 我的那個 我搭天使要先給誰啊 有沒有懂哥 現在玩凱撒 又是AP裝不知道給誰了 滑板鞋 沒有滑板鞋怎麼解 有沒有懂哥 是 問如果沒有滑板鞋怎麼辦 卡爾瑪拉卡 都愛不錯喔 都愛不錯喔 其實可以用眼鏡 這個有一個台 可以只滑板鞋是最好的 等等金就金凱撒了 好慢的錢應該 這應該還行 這應該還行 小搭配 我這兩個前排 沒二人 我好慌 我好方 裁決 那我後排這個 後期這個鬼手可以給誰 那會感覺我帶一折就好像沒什麼差 破炮 鬼手就當作前夕打連勝 後期 弗蘭茲才說 他覺得凱撒最差的裝就是鬼手 但其實以數據來看 凱撒鬼手並不弱 可能就一般般 不然自己才語重心長的跟我講 他覺得凱撒拿什麼都可以 就是別拿鬼手 鬼手給克里斯塔 好像是不錯的選擇 通常是帶狼吧 好 忘記送 忘記送子了 忘記送一個人 少疊了一層 我們先排真博爾 愛歐尼亞 我跟你講 假裝感覺都有點東西啊 不知道深燈打不打得贏 他是五等啊 他應該不會深燈 OK 打到這家 呃 怎麼辦 聚殺 偷偷 下一盒每一隻東西的話 可能就聚殺了 或者是耳語 GA 聚殺偷偷 有皮 Dewsop玩的耶 人怪玩的 看一下他會不會轉成槍吧 轉成槍 能吃分的話 會代表槍還行嗎 如果夠強的人玩 紅霸服 潘 潘 潘其實是挺好的 挑戰星 高挑 現在高挑好像有點溜 我就玩個高挑吧 我就玩個高挑吧 嘟嘟嘟 不G一個的數據其實不差 因為會選的人都是滿血的耶 很大優勢才會去選 你在這邊就不會去選了 感覺是假數據 選的人都是滿血哥 數據當然就好了 三隊不低嗎 不呀 連勝 有五連勝 六連勝就夠你 那個金就夠你營運了 血量一百血是給你花的嗎 我們再把挑戰很卷 誰家也是挑戰 誰家已經有壓縮 誰家已經有壓縮 好像八條這個版本是厲害的 影像中間看Distop有打 他那個9諾克薩斯打8條大輸了 他這邊有壓縮 有壓縮的話不去遺格就很 很有用 沒有 可以弄個法報其實 法報或者是 法報或這個都還不錯 破盾 這兩個錢從都對到尾 沒問題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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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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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薩斯即將崛起 再殺一隻 不,等下陣容要趕快撐 我將讓弗雷爾卓德復興 這感覺強了 等下採取結台 一星是怎樣 不,等下陣容 有刀開這陣容 不,等下陣容 不,等下陣容 哎呀,没抓到那个 哦,炮灵风 我让他开奖了吗 远落馈阵 这滴下来都是 冷门,没有人要的卡 怎么那么好招 这一只都找不到人 这一只也找不到人,也没有妖子哥 为什么他可以上方 比如说我们后面有转掉吗 没有 怎么感觉还是行啊 他这样烧起来了 反正我们这边看起来快挂了 这个双火炮压缩也是蛮酷的 有铲子的话可以拿铲子,挑战转 这个先补卖吧 看下有没有挑战贝罗里斯 这个先补卖吧 我还真有 8条 拿这个可以8条 小米亚也帮我帮我准备好了 我这个大头花了一堆钱 这个大头怎么办 挑战贝罗里斯 我也是感觉 听说是做坏的 感觉没办法 你大头这个花我太多钱了 哎呦 好烦 嗯 嗯 對 砲台已經按滿了 但我現在很需要8等 52 等下這邊還有一個 40 160 不知道野怪觀光我可不可以上登 其實血量還夠 我怎麼有個狐狸2啊 九等 唉呦 也是 大家都很抽象餒 還有我們的雅樹被下面有一家捲 那家 我要拿了三張雅樹 剛剛抽下去我也是搶牌搶得很認真 但沒搶到 兩隻雅樹一隻卡莎 紅樹快正往的更快 我以為莉亞老現在還是一星 大問題 這把沒有二星卡 沒有二星卡可以用 三隻雅索 三隻雅索 爛分這個東東 四隻五隻 其實也五隻雅索在外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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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偷偷 第一個是鳥盾的確學弱 第二個是偷偷是現在 偷偷都玩不起來 OK 我不玩槍熱 感覺雅索2卡莎2我們這把就吃了耶 八條感覺是坐牢的龍頭 等一下我還可以給他提升 這一隻拿裝 Shut it down 我聽說貝爾韋斯拿那個 挑戰轉會殺瘋 但那個炮台已經投資太多錢了 已經三升級了 所以沒辦法用貝爾韋斯 挑戰其實掛大頭也不錯 打雙穿 鳥子直接上我去了 二星的話可以換賽特 那個主宰標就算了 鳥子還是 還是比較坦的 他這個狐狸感覺最後會換在這裡 應該卡莎只有一家在用吧 就那家挑戰同行 這邊拿亞術的第三間 三 刀妹2 冰甲 藍B 大頭 其實這個大頭可以拿耶 大頭對子 然後這兩隻吃這個聖杯 可惜了貝貝 可以 吃 大頭給他的問題會是 我的法衣沒辦法 我的吹風沒辦法動那麼靈活 就可以這樣 給他效率更高了 但我想要靈風靈活一點 他靈風到時候擺位會比較麻煩 炮台還會共享攻速吧 跟把牆 之前有什麼聖杯 就你這個東西也可以吃到 棋子吧 棋子 鬼損 棋子 聖杯 然後 然後 然後這樣雙翔 然後後來大頭傷害虛弱很多 本來PBE的皮是這樣玩的 就三杯 或是三棋 或是杯加棋 然後這樣子 以前的PBE是這樣子的 來自行的 好 不停 有話 回去 有話 對 我和惡 有話 會不會 現在的八條跟鬼一樣喔 兩倍數值的八條有多猛 以前的八條 那隻牙凝還是鬼魂形態 他穿一件以前真正的GA 他穿一件GA 然後死掉倒下 那個鬼魂也砍不到他 他把你全隊收了 這就是八條 剛才那邊那個傻咪亞來的很及時 剛才我那個一飛傻咪亞還真的不知道找 雖然我後面有找到就是了 巨大提升來了 趴勾 可惜沒有局欸 但不挑了 打一邊吶 吹一邊嗎 阿力在賭 攻 就給你了 人家可以幫大頭拿個裝 不過也許沒有等等 主播 你的八條怎麼沒用了 欸 滑板的鞋裝備給大頭會好一點嗎 滑板鞋很強啦 滑板鞋就會專門打 三星的各種角色 三星的各種角色 可惜打主宰系列 主宰血量越低他的 減傷越高嗎 滑板鞋就是直接從你一百血開始扯 扯到零 今天居然很上分欸 上了八分 差低 高挑很強啊 挑心感覺 挑心感覺必拿 等待一個鏟子就吃了 我們極其低神